中南山中南山火线入党举老拳 各国赶紧抄作业 抄晚了小心病毒连窝端 美国川普老中医来凑热闹也举拳 就是拳套有点重 一出手党媒记者就炒翻 60个滚球名额 这这这怎么贪 伊朗医院出视频 失衡遍地特可怜 伊朗最会抄作业 可但是但可是 抄完排队太平间 上当的可恨也有点可怜 六神磊磊批作业 柚子茶水发长篇 我在武汉熬日子 精神恍惚不知年 你们继续唱葬歌吧 中国梦里有扯淡 没有尊严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品热茶听冷事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开门见山上新闻 请刘卓给大伙说说准备了什么样的冷事 这超级第一冷 中南山为党狂奔正式带头宣誓火线入党 暈火线上传来的冷消息 新黄网3月3号报道 北京当局的抗议权威中南山 周一的时候也就是3月2号 参加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举行的 火线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带领在场党员举拳的宣誓 火线入党的戏码终于粉末登场 新闻版报道说 上海12个前线医护人员 包括上海新冠专家组成员胡璧杰 参与了火线入党宣誓仪式 报道说 这些前线医护人员在1月下旬就成立了应急病房临时党支部 最终经过层层考察 12个前线医护准振前入党 其中个别人员因为在应急病房工作 或正在接受隔离观察 所以通过视频完成了入党仪式 都隔离了还入党呢 有求进步 真行这位 这故技 想必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非常的熟悉 03年非典党就拿这首好戏养过一回了 不过那回呢缓节安排的不太得当 03年2月到3月中共声称说SARS疫情已经是可防可控 当时呢为了装点这胜利的局面 积极报道了年轻的前线医生护士火线入党的好消息 结果4月份中共突然宣布疫情失控 瞅见没有 这一入党把这病毒火给激起来了 今后怎么着 跟我这示威呢 就是 行了 排队晚上上吧 还火线 咱看看谁那火苗子烧的吧 杠上了这个 这不倒霉催的吗 这时候入党 结果呢大伙也知道了 党晒了一通火线入党之后 世卫组织正式把北京当时啊列为了疫区 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北京呢被迫宣布学校停课一些公共机构停止运行 你说那帮瞎起红入党呢这党不倒霉啊 就是啊 网友王林不说吗 钟南山晚节不保终于撕开最后一层遮羞布 这王林啊要说呢也需要小心了 现在已经有人因为骂钟南山 钟老师被拘留了都 真的假的 真的呀 钟山市检察院官方教育说 近日 一男子在微信朋友圈辱骂钟南山院士 被拘留15天 经训诫教育以后 他本人亲手书写了道歉信 愿意主动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消除不良影响 原来呢今年1月底2月初的时候 这人啊姓图 图姓被捕的青年 两次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头 通过拥有400多人的微信朋友圈发表辱骂钟南山的违法言论 24号的时候呢 这个党媒都说 经过群众举报 图某被公安机关查获 并处以 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罢 晕 这回钟南山真是得了上方保健了 就是啊 他这话也是惊口预言了 不许质疑 哎 我说这lifetime世界怎么说呢 钟南山现在都成中共吸引票房的男影星了 今儿上演的剧目是什么呀 叫远程视频 领着 在武汉医护人员宣誓加入土共 够逗的这个 其实最逗的是网友说那句 评论啊 才这么俩人入党 您就弄这么大一新闻 那退党人那么多 怎么没见党报道啊 这话往那一撂 党扎心了 就是 不过呢这网友倒是给咱们一提醒 回头哪位茶友需要报道您 或者您的熟人、您的亲人 退党的想法、退党的故事 欢迎大家投稿 往咱们茶馆的邮箱里头 联系邮箱啊 我们替您跟大伙分享 咱们也上条大新闻 替党填补一项空白 钟南山替党赤膊站台这事 评论人士东方爵呢有句说法 火线入党是最危险 最愚蠢的举动 他说呢 不少地方党组织啊 祸害年轻生命的活动 火线入党 火线宣誓 其实呢 那是最危险的行为了 最愚蠢的举动了也是 中共蒙骗年轻人当炮灰 火线入党 是走向不归路 为名利 为党票 镀金跳火坑呢 说实在话 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到这种程度 不变全国 危害世界 不就是因为中共大小 官员这眼里边只有维稳 对生命没有敬畏和尊重 一次次用铁幕掩盖真相 错过防控的最佳时机吗 现在还在蒙骗国人和世界 得有多不长记性 才能上这档 不过呢 这也别怨那些人不长记性 党一天到晚洗脑 记性多好的人都容易给洗 糊涂了 再说啊 党也没别的辙 如法炮制 以前怎么干 现在就怎么干 不犯毛病 抄作业呗 反正都是标准答案 你说抄作业来个儿了 你注意没啊 党最近正裹的那些小粉红 小紫红 翻墙跑外国到处晒党的标准作业答案呢 谴责别国不会抄作业 没谴责外国人不照抄党火线入党的作业吧 这绝了这个 这要真是把这套绝活拿出来 外国人啊 还真就不会抄 来说说抄作业这事啊 不知道海外的茶友知不知道抄作业梗是怎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 这武汉肺炎疫情刚起来的时候啊 共产党不是特别被动吗 到处是质疑的声音 那会儿的官媒和党媒 也相对呢 比较被动 甚至出现了一些以下犯上 质疑习中央的报告 有那个 但是后来呢 随着到处封城 封口 禁言禁声 王沪宁啊 帮上习中央把这舆论导向给掰过来了 对疫情危机的报道呢开始淡化 歌功颂德什么大国战役吧 中国速度啊 这些文章啊重新开始 占领各种主旋律 对 意思就是呢 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才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其实呢 这是啊 拿放大镜放大了后一半出来说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 前面还有一半呢 把小事拖成大事 没错 这把小事拖成大事 再集中力量 办这拖成的大事 俩字 折腾 对 闲着也是闲着 折腾呗 咱回头来说这抄作业啊 这负责任大国啊 不是脱来脱去把病毒成功都放行出关 奔赴世界各地了吗 等这各国的疫情一起来 党 抖起来了 开始验收你们各国的作业 火 就他这模样的捉襟见肘了都 还验收别人呢 验收 不再说了党自己不好意思有小跟班跟着跟着呢 好多人愿意翻墙翻出去替党验收去呀 不请自来 还得强行验收 想粉红干的 可不得主动点吗 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先别的国家没肺炎 党不好意思共同体 现在肺炎起来了 那这大国领袖绝对有责任引领人类防疫抗疫的新方向 嗨这回共同体了 所以党大外宣开始打组合快权 首先是出口转费销 借用外国政要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关心和称赞 实现自己夸自己 跟雨点似的 下赞己照 合着赞己照这事 早就开始了 绝对早啊 关键的外国元首也是 您倒是礼貌性的鼓励一下就完事了 不见 怎么着还紧着跟那买好 2月20号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跟习一名通电话不说吗 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这位够大方的 是啊 他在日本外向 1月27号跟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 也说 我们要轻力相助 我说这个韩国日本怎么疫情现在这么严重呢 合着国家领导人 说大话招呼来的 到了2月26号呢 据中共的官方统计 中国境外 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超过中国境内 这消息让粉红战狼立马就飘了 冲上一通教育什么韩国伊朗意大利疫情失控 说中国都 把如何防控的标准答案都写好了 你们这帮人连抄作业都不会 我记得当时有一篇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特别广的文章标题是叫什么呀 叫 如果不是钻石公主号这面照妖镜 你都不知道 疫情面前的中国 有多牛探号 都成照妖镜了 够吓人的这个 抄作业这事呢外国人倒没怎么注意 但是华人圈子掀起了一场口水战 新周刊还专门发了一篇反驳文章呢 叫 抄作业这样的蠢话 我不想再听第20次 说的挺有启发 给大伙念两段啊 环球时报登载题为 破记录惊叹号 韩国意大利单日新增数之河已超过中国的报道 说 破记录三个字 尤为扎眼 有网友批判说 这是在搞体育竞赛吗 还是比个谁要谁低呢 媒体尚且如此 社交网络上幸灾乐祸的生意更加补给其数 这其中呢 抄作业一词最为流行 这么说 中国在前面打仗 他们抄作业都不会 地雷我们都摊过了 他们居然还能踩雷 还有的说 伊朗新冠肺炎死亡率都超过全球平均数的20倍了 政府却称不会停工停学 标准答案都给你了 还不会照抄吗 伊朗这国家呀 可以从地球上抹去了 您听见没有 一种好学生的优越感 月染纸上 发出了最无情的嘲笑 这作者就说 这帮人仿佛在说 照抄吧 蠢才 作者后来也说 我们有资格说人家作业没抄好吗 那么多逝去的生命 又是什么呀 是方程式 还是材料啊 这样的比喻 难道 不轻挑 不无情吗 哎 问题是啊 你要光听抄作业抄作业 不得以为 他那作业不定写得多好 其实根本 不是那么回事 茶友小青呢就说 其实所谓的防控措施 毫多都是扯淡 广州某个家具厂 每天早上工作时间只测一次体温 全身消毒器摆那是一摆着 星期早工作时间开了一次 其他时间都没开过 工作时候呢也有人咳嗽 但不知道在哪 匿名反馈这事 真实的答案其实呢非常的扎眼 我也想起一个事啊 小粉红到处谴责外国不抄作业 其实呢这还真是冤枉那些外国了 有人抄 谁啊 伊朗 咱们看看报道的啊都看过报道都知道 伊朗跟中共呢其实做法上非常的相似 也是一直在掩盖真相 不告诉媒体 尤其是为了所谓的重大纪念日 之前呢很早就发现了疫情 但是呢就是不说 只是为了不影响 重大庆祝活动的大好形势 结果呢后来是一发不可收拾 伊朗的医院里头现在死者的尸体 那视频都流出来了 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 特别的多比武汉 医院当时方斌拍的那个多了去了 那些人都没有认识了 有些人都没有认识了 这些人都没有认识了 这些人都没有认识了 因为我们 疫情都没有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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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没有认识了 我对了 不过来 现在我们也在 疫情都没有认识了 疫情都没有认识了 这伊朗这作业超的真够全乎了 还叫人 我看网上六申磊来有篇文章 是已经被删了 但是写的很有意思 确实看完以后也挺耐人寻味的 这文章的题目是 假如你家漏水 淹了楼下的地板 是这么一题目 比喻 跟大伙说说这个 行 我给大伙念念 这文章是这么说的 假如你们家漏水 把自己家地板给泡了 而且呢 你家有人还不生长 水漏大了渗下去了 淹了楼下好多人家的地板 如果这楼下说 没事没事 这不是你们家的问题 是咱们业主共同面临的问题 行 这是他们客气 会说话 挺大方 可你也跑来说 对呀 这不是哪家的问题 这是咱们所有业主 共同面临的问题 你说他们说合不合适 什么素质 就是 现在呢 地板给烟大了 你家特别重视了 开卒马力 牡力关门抢修捕漏 行这挺好 这应该 对 可是呢 你家人纷纷跑到楼下 别人家里边围观 观察他们人家修地板 发现修得快的就喊 哎呦 跟我们家学的吧 超多业呢 发现人家一次修的慢的就告诉说 哎呦 修这么慢 真不如我们家快 我家果然好 你说说这话的人这都什么人 就是 这漏人俩俩 还说 说你家 还在楼套里边 大喊 幸亏漏水最先发生在我们家了 要是发生在别人家那可惨了 这六神磊来就忍不住就想问说 这人脑残不脑残呢 这有点没品这个 讽刺别人家 是啊 文章接着说 有邻居起初借你家漏水了 主动啊 送过了一些捐助物资 上面呢写着祝福的话 你家却跑出一个人来说 酸溜溜 你家还有人说 这捐一分说十分 要脸不要脸 请你别捐助的听好了 诗人不忘报 历节不顾名 这是美德 这六神磊的就问 这你妈都是什么人啊 骂上了 气得 这文章呢还说 说 然后你家一个成员看不下去了 就劝说 咱们讲这句话不合适 有点粗鲁 显得太没素质了 就是 结果好 家里一堆人一块窜下来就骂了说 你这小子 胳膊往外拐 有本你去别人家住去 我晕了这个 这跟一堆人乱骂了 你们家里的甲啊 从书房里跑出来了说 嘿 专家说了 水这种物质 不是咱们家特有的 所以呢 看烟楼这事儿 跟咱们家没关系 啊没关系了 对 你呢这时候从厕所里蹦出来说 对对对 我研究了一下 这底下二楼三楼的地板 固然是咱们烟的 可是呢 一楼内户的卧室 发现一个水字 你把那一处现在证明不了是咱们烟的 这下咱们可长脸了 这腰杆可硬了 这六神磊子看完这些就无语了 说这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什么彩照做的呀 特殊彩照做的 二楼三楼不算 怪说一楼 对呀 这绝了 这六神磊子最后就说 做个心态健康点的人 好好修地板 别人家能帮呢 咱就帮一点 这不能帮的 表达一下慰问和关怀 少去楼道里边乱吼去 很难吗 做个人吧 听着够累的这个 六神磊来新说话 再不拽出这帮推销标准大汉的兄弟 中国人的脸都上门丢尽了头 人最后不说嘛 做个人吧 回到人这儿来得 没辙 这帮人啊 一天到晚 光看什么党媒官媒的 这党媒颠倒是非 推卸责任 完事还往脸上贴金的做法 他们也看惯了 不过你也别说 这党的脚 现在确实也会踢到铁板上了 什么意思 跟你说一事啊 这美国川普政府 寄出动作 废止60个 中共中央媒体的 雇员名额 大幅缩减 中共大外宣的人数 刘卓说这事我知道 这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周一的说的简报里面内容 这简报当时就告诉媒体记者说 中共新华社 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 还有人民日报 必须在3月13号之前 把在美国雇佣的中国籍的员工人数呢 由目前这总数了160人 降到100人 对 28号吧 美国国务院刚刚指定 这五家中共喉舌媒体是外国使团 也就是说呢 他们不是媒体 是中共政府的实体 党国小粉红满世界送标准答案 没准了送到白宫来了 一不留神撞上川普了 老中医心说话了 这送作业板不需要这么多人 老中医我 给你们开方子 卷破卷 回家干嘛干嘛去 这铁膏药 把病根直接给治了 反正说的半天抄作业 党类作业到底完成到什么模样 真实情况还真没人敢激势出来 我看查找阿兰发过里封邮件 到现在我都不太敢相信 实在有点对不起阿兰 是因为这邮件里写的 实在是太惨烈了 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承受能力 所以真有点不敢相信 这样吧 跟大伙咱也分享一下这个简短的邮件 我和刘卓呢 确实也没法准确的判断 毕竟呢不在武汉 大伙自己判断 阿兰这么说 说刚刚啊跟武汉一个殡仪馆的朋友聊完 简直要气炸了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 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说呢管控很严不能说 只能告诉我 上个月的尸体 还没烧完呢 工作人员呢都是超复合 累了 在大厅躺一会 饭都吃不上 注意啊这阿兰的邮件是2月29号那天发的 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上个月到底是什么时候 嗯 这个有点犯琢磨啊这大伙自己可以判断啊 微博上呢二水柚子茶有一篇网文 跟大伙分享一下 这么说的啊这也挺长的我给大伙念念啊 他说 我妈走以后 我过得很恍惚 经常发呆 感觉生活失去了重心一样 早上总会在6点那个时候惊醒 然后要抓紧洗漱收拾 觉得该去医院了 我妈只不过还在医院住院治疗 她还在等我 我已经很久不看那些官媒了 太假 太避重就轻 掌握舆论媒体的风向是政府对大众的教育方式 让所有不在漩涡中心的人 各种乐观 和不知情 公布出来的那些社区配送套餐的 都是绝对的形象工程 给外地人看的 普通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底层的 在大灾大难面前 更是蝼蚁 全国各地各种捐赠的物资 我们连毛都没见过 即使在还没有全面封闭小区和超市的时候 我们也没见过 外省同胞们捐赠的物资食物到哪去了呀 反正是已经在朋友圈和本地微博人群里头 看到各种晒涂了 成香成劲的发给他们 吃不完 拿出来送人炫耀 我妈最后的一个星期 过得非常的痛苦 那天半夜呢 她不停地哀求我 找点药给她吃了 能加速死亡 后来 拿了水果刀 想割腕 我居然没有办法阻止她 因为她太痛苦了 我只能是流眼泪打了110备案 19号的早上 我和老猫 和张丁文在他们帮助下 终于用120把我妈送去了五大人民医院的急诊 最后一个急诊的控被 然后我亲眼看见了 各种人间惨剧 不论您有多重 不论怎么哀求 医生都不收 因为 没床位了 全武汉的人口基数在这摆着 我妈的病友 打电话告诉我 她的亲姐姐在家突发心梗 好不容易打通120 一路上被八家医院急诊拒收 最后死在了120车上 我表姐夫的爷爷在家晕倒 打了120 6个钟头 车才来 结果 直接来了就宣布死亡 然后就通知殡仪馆 车来拖走遗体 那天呢我看着我妈的心电监护器 慢慢的停止 疯狂的大哭 医护人员冲过来 指责我影响到他们的治疗环境 我兵荒马乱不停的收拾 连给我妈擦身换衣服的事件都没有 在太平间呢 工作人员告诉我 其实疫情肺炎死人呀 只有三成 剩下来 带走的被剥夺了救治权利的死的那些人 多数是像我们这样的重症病人 尤其是白血病 还有透析病人 最多 下午两点时候呢武昌区殡仪馆来车了 你们看到过 遗体用果实袋装了以后 像马白菜似的 落在那车里吗 拖回去两个钟头就火化 不允许家属跟 而且呢就这么说 疫情结束以后打电话 再来取骨灰 我甚至都怀疑 在如此背景操作下 领回来那骨灰 是正确的吗 这样的经历呢我终身刻骨铭心 没有办法办任何的后事 太多我妈这样的病人 被牺牲 都不记入数字 也不会公布 外边 一片仍然是歌功颂德 一片形势大好 中国梦 还要继续做下去啊 等领到骨灰以后 我想带着我妈出去旅行一趟 小杨就跟我说 人到了一定年纪 就必须 自己当那片遮风挡里的屋檐了 是 从我妈病的那时候起 我就做好了这样的觉悟 我妈最后对我说的话也是 自己照顾好自己 听完这是一声叹息啊 无语的也是 你有说这得多无情冷血 才能踩着老百姓那些 站到给自己下赞计照的领奖台上面去 嗯 就是 这是无语的赞计照 有时候我就想 你说党不跟中国人说实话 最后呢疫情扩散 让老百姓拿命帮这党买单去 党在这巨大的灾难面前面 没有忏悔 没有敬畏 继续赞美伟光正 下赞底仗 老百姓干嘛 还跟那蒙圈呢 健康被夺走了 生命被夺走了 家庭被夺走了 现在开始号召你捐钱 又来夺走你最后那点糊口的生活费 逼着你 捐钱 您再瞅这香港澳门政府 反过来给香港市民澳门市民发钱 闲闲的事 是啊 您这还窜着人家香港澳门两制变一制呢 推特网友叫邵俊 他有个帖子 是一张图片 给他让我分享一下 内容呢是美国副总统抗议团队他有一祷告 邵俊就说 这不是完美的政府 川普和彭斯呢 也不是完人 但是 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低下头 不会狂妄自大 会真心的寻求神的旨意 会凭公义慈爱行事 所以 敬畏神的 会远离 邪恶谎言和不义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的 才是有福的人 听来听去啊 又回到茶友那句留言了 没有忏悔 哪来的拐点 嗯 一点没错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国人智慧 欢迎您传播 订阅点赞分享老北银茶馆新频道 让这束星光 照亮 更多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